12月15号,随着长安汽车今年第100万辆自主乘用车的下限,年累计销量也即将突破100万,实现了中国汽车历史上首个中国品牌的双百万。 今年总共汽车行业的增长预计大概是4%左右,而长安的自主乘用车可以达到44%的同比的增长。 在一年内实现自主品牌汽车产销达到百万这一目标,长安汽车用了整整10年完成。 目前长安自主品牌的增长,37%的销量来自于合资品牌用户。 过去长安是给国外品牌贴牌造车,而现在是国外品牌反过来成为长安品牌的代工者。 长安汽车目前开发的产品可以说是与世界一流的品牌能够一起同态竞争。 目前长安汽车正在冲刺新一代智能制造和无人驾驶技术的突破。 按照长安汽车的规划,到2020年要实现汽车销售450万辆, 其中自主品牌汽车销售247万辆。 自主品牌的全球排名要冲刺到前12位。 自主品牌的全球排名要冲刺新一维产品牌。